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已经这样了 要什么希望啊 整天就知道让我吃药 不吃 你先放大吧 要是有时间我再吃 龙龙呀 咱还是要吃的 咱要相信医生啊 事情啊 要往好处想啊 总能站起来的 我相信啊 你会站起来的 你相信 你相信 我不相信啊 我这两条废腿 你让我怎么相信啊 龙龙 我跟你说点事 你说吧 你看 我现在这两条腿啊 一直就在这里废着 我呀 也没有能力再支撑这个家了 龙龙 你现在很年轻 要不咱们呀 就离婚吧 老公 你说什么呢 为什么要离婚呀 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 你跟我说 我改行吗 萌萌 你呀 什么都没做错 只是我不想拖累你 现在 我就是废人一个 你呀 很年轻 还能找到更好的 你呀 还是走吧 老公 我当初啊 决定嫁给你的时候 都想着 要和你风雨同舟 和你过一辈子 我啊 嫁鸡随即 嫁狗随狗 我啊 生是你的人 死是你的鬼 我啊 这辈子就赖着你了 你甩都甩不定 萌萌 你还年轻啊 你不能因为我 就放弃了你整个青春啊 萌萌 你还是走吧 老公啊 你也不要再说了 我已经决定了 我这辈子呀 就跟着你了 你无论怎么说 我都不会离开你的 我会照顾你一辈子的 你只照顾到你腿好为止 行了 行了 我知道了 我啊 想自己休息会儿 你呀 还是走吧 那行 老公啊 你可别再多想了 好好养身体 你这腿会好起来的 行行行 我知道了 你走吧 那行了 老公啊 这到饭点了 我去给你做点饭吃 行 我走了 你吃吃脱 没事 毛毛 Cube What you're doing 怎么了 老公 非常谢谢你啊 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 虽然我的腿残气了 但是你还对我不离不弃 我真是谢谢你 我真是娶了个好媳妇 萌萌 你看 你这么多年 真是辛苦了 老公我不辛苦 我们是夫妻 一日夫妻百日恩 我照顾你 是应该的 萌萌 真是谢谢你 萌萌 你看我这药 也一块吃完了 要不你啊 去给我买点药吧 行老公 你要不说我都给忘了 你看我这记性 我马上去医院给你买药 你在家好好躺着 这个你放心 去吧路上慢点 知道了老公我去了 行 阿湘 阿湘 你啊 快来吧 他呀 他出去给我买药了 估计啊 还得一段时间才能回来 哎 行 你啊 赶紧过来 好长时间没过来 我还想你了 我还想你了 行行行 那我在家等着你啊 好 挂了 行行行 再见 林陆 阿湘 你来了 你看 你这好长时间没来了 我都想你了 你媳妇出去了 是啊 她呀 出去给我买药了 哎 阿湘 这孩子怎么样啊 这孩子挺好的 哎 只要孩子好啊 就行了 哎 阿湘 这一段时间 可真是辛苦你了 哎 哎 阿湘啊 你看 我们的孩子啊 也挺健康的 我看 这马上就回到 预产期了 哎 你呀 你看 都为我回上孩子了 我那个老婆呀 这都结婚几年了 连孩子都没有 阿湘啊 你可真有本事 给我那个死老太夫啊 强多了 强多了 哎 龙龙 你说什么呢 我都听见了 他是谁 什么你们的孩子 萌萌 你怎么回来了 反正 你回来也正好 这个 是阿湘 他怀的孩子 是我的 比你强多了 龙龙呀 我这些年 对你不好吗 你呀 好啊 哎 爸 女人带到家里来了 你说 你也太不是人了吗 龙龙 既然 我不是人 那你还在这个家 带什么呀 你呀 还不如 和我离婚呢 离婚了 我好想 我的孩子 是啊 萌萌 你和龙龙 离婚吗 好呀 你们两个 你 这个女人 都是你 都是你害得 我们家这样 你还好意思 说孩子 行 我走 我呀 不看着你们两个 在这亲近我 我 我走 龙龙 你呀 别后悔 我不后悔 我不后悔 不是萌萌吗 怎么是你呀 你这和龙龙过得怎么样啊 孩子出生了 萌萌啊 事情不是你想了那样 是这样的 阿翔 这次叫你来呢 是啊 想让你帮哥做一件事 龙龙哥 你说什么事啊 你看 你这孩子 也不是快生了吗 你看 哥这病啊 又这个样子 又严重了 我啊 想让你帮我 弃走你嫂子 就说 这孩子 是我的 哥 这样做不太好吧 阿翔 哥也是没办法 我不能拖累他一辈子 行了 这事 就算哥求你了 行吧 哥 阿翔 这 有两块钱块钱 你呀 拿着 哥 这钱我不能拿 叫你拿 你就拿着 什么 阿翔 龙龙 他原来 一直都在骗我 我一直误会了他 这么久 阿翔 龙龙他现在 怎么样了呀 萌萌 龙龙 你就走了 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了 什么 怎么会这样 他怎么就走了呢 你不要伤心 他这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好 老公啊 你哪里一直都在骗我 阿翔 都跟我说了 他说呀 是你给了他一笔钱 故意想信给我看的 老公啊 你说我没结婚 那么多年了 你的为人 我能不知道吗 我竟然还相信了 老公啊 我想你了 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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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结婚 我还没结婚 我还没结婚